我們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血壓這個概念 那你會知道血壓什麼好講的 只要這世界上有任何的液體 它都有壓力 對不對 壓力都會存在 有沒有就零 有沒有就一 有沒有就二 沒有沒有血壓這回事 所以當你在討論血壓的時候 你心裡要知道 我不是討論所有血液的血壓 那是不可能的 我們一般討論血壓的時候 只針對動脈 因為動脈的血液要導到全身跟導到腦 動脈的壓力才是關鍵 所以如果沒有特別強調的話 我們一般講血壓 是講動脈的壓力 我們不會去考討論微血管或靜脈 除非特別要討論哪會特別強調 不然一般講的血壓就是指動脈壓 而且主要是指你的公動脈 就是你的上臂這邊的這個血管 這個動脈的管子叫公動脈 心臟收縮時心臟的血液衝到動脈 動脈壓力比較高 叫做收縮壓 平均大約120毫米總柱 心臟舒張時 你的動脈壓力會比較低 大約是80毫米總柱 這個數字我們之前看過 你的心臟舒張的時候 他的壓力會降到快到零 但是你的動脈還是一直維持高壓 憑什麼 因為半月半關閉 動脈還有彈心纖維 還有平滑肌收縮 會維持動脈壓都維持高峰 所以就算心臟舒張時 動脈壓還是高於80毫米總柱 這麼高 好那其中你血液中膽固醇 動脈硬化或心血管疾病 都會影響血壓的 那我們以前學過 新輸出量叫CEO 我們現在如果講CEO 就是Cartiac Output 一分鐘心臟打出多少血 就是你的血管中 一分鐘有多少 毫升的血液被打出來 每分鐘 這是你的新輸出量 相當於電血中的電壓 他等於電阻等於電流的電流 另外就是周邊阻力了 所以周邊阻力跟新輸出量 是會直接影響血壓 那我們利用血壓劑 來量血壓 好這邊呢 我先解釋一件事 為什麼動脈硬化 會讓你血壓變高 我們常說人老了動脈會變得比較硬 比較沒有彈性 為什麼人老了動脈老化硬化之後 血壓會增加呢 我先從生活中比較直覺的觀念想 你可能比較好理解 等一下再試試看 看能不能從其他的角度 就是比較學理上的角度 我現在把一公升的水 不然一公升很大 把一公升升的水 硬擠到一個氣球裡 這個簡單吧 灌進去氣球就膨大 哇水球 你用壓力劑去量水球中的水壓 你會發現裡面的水壓 跟一大氣壓 差不多 壓力宅上就一點點 沒有什麼壓力壓 你把水擠到氣球裡 因為氣球就膨脹了對不對 但同樣的我把一樣一公升的水 硬擠到一支鋼筆的鼻管裡 情況就不一樣 鼻管的壁很厚 你把水擠進去的時候 管壁沒有什麼延展性都不動 我硬擠進去哦 然後封好哦 你去量這個鋼筆的水壓 超高的 甚至這個鋼筆 只要露個小洞 裡面的水會把那個洞炸開來 因為壓力太大 奇怪了 這兩個都是把這個一公升的水 擠到某個容器中 為什麼壓力差這麼多呢 你把水擠到氣球中 氣球會膨脹 那個壓力就會改成體積釋放出來 體積變大了嘛 但同樣的我把一公升的水擠到 裡面的容積不到一公升 擠得很小 壓力就變得很高啊 所以動脈硬化 你的動脈沒辦法延展 會把壓力上升的 壓力會增加的 這是直觀的觀念 但是如果你要解釋他怎麼解釋呢 如果今天這個動脈環壁是可以形變的 你的能量會改變 改成形變的程度去消耗掉 因為形變會耗掉能量會做工啊 會有這個力啊 但如果它形變變少了 沒辦法形變 哇那時候壓力就很大 能量會轉成壓力來呈現 流體的能量可能是呈現成 壓力 流速 還有位能 這以後在物語上的流體 會提到這些 好啦 這是我們講動脈硬化 為什麼會讓血壓增加 好 既然講到血壓呢 我們來看這三個圖形 這三個圖今天一定要講清楚 也考試很愛考你們 我這邊有三個指標 一個叫做血管的總結面積 有總這個字哦 不是一根血管 是全部叫總結面積 就是 你身上全部的動脈 橫切片的面積加起來多少 你全身的微血管網 切片的那個結面積 總加在你是多少 這叫總結面積 好這些圖呢 請搭配下面這個血液循環圖 這邊是動脈 它會分支成小動脈 小動脈再分支成微血管網 所以這邊寫微 血管 微血管就賄賂到小靜脈 小靜脈再賄賂大靜脈 好在往下講之前要講清楚 這個圖在表達什麼 這邊講的是你全身的血管 全部的動脈 全部的微血管 全部的肌脈 全部混在一起 全身哦 不能漏過任何一個 是你全身的總循環 好我把動脈做切片 去計算出你全身 所有動脈的截面積總和 很小 因為動脈很少 動脈雖然截面積蠻大的 但動脈的量很少啊 所以總結面積最小 那哪個血管的總結面積最大呢 是微血管網 有發現嗎 微血管網 每一個微血管的面積好小哦 但微血管成千上萬啊 這麼多 所以它的總結面積就最大了 那靜脈呢 介於中間 因為它管徑賺大 但是數量沒有動脈這麼少 也沒有微血管這麼多 好這叫總結面積的大小 微血管最粗 最大動脈最小 好當你知道結面積從小到大到中 你是不是可以把整個血液循環系統 視為這樣子的循環 我用黑色 細細的管子流出來 好慢慢擴大變成微血管網 慢慢擴大了 慢慢擴大了 擴大之後呢 再匯流到中間粗細的管子 從小的管子到大的管子 再到中等的管子 是不是像這樣子 就好像你的血流 從細管子到大管子 再到中管子 從細管子到大管子到中管子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它就會符合流體的性質 流體中有一個現象說 如果你的流量不改變 就是呢 你單位時間流過的血液體積不變 流量不變 你的流速 就會跟結面積成反比 你看這邊是不是 你這邊很小哦 動脈的結面積 總結面積最小 流速最快 微血管總結面積最大 流速最慢 而靜脈呢 總結面積次 它的流速就中間 剛好是反比關係 總結面積跟血液流速 剛好是反比關係 這符合流體力學 裡面的一個叫連續方程式 一個連續的流體 如果它的流量不變 它的流速會跟結面積成反比 雖然好像流體力學在高中 好像刪掉了 但這個關係不難啦 那我用一個數字代入 你就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雖然我不是教物理 也不會講它的原則 但是我們用直觀的角度 也知道啊 好舉個例子 假設你的流量 我寫在下面 我們的血液流量 假設是不變的 流量是什麼呢 單位時間流過的體積 我就假設 人類流量 每分鐘流過 五千 立方公分 好我們剛剛說一個連續的流體啊 假設它的流量不變 我們給它一個數字 假設這個人體呢 全身的總流量 是 每分鐘流過 五千 立方公分 每分鐘 可以嗎 那事實上這個數字跟人體 真的蠻接近的 我們大概就是每分鐘會打 大概 五公升的血 差不多啦 其實略小一點 大概差不多 五千 五千立方公分 這三次吧 好 假設我知道我們的那個截面積 假設 你像是假設 假設我們的動脈總截面積呢 是10平方公分 那微血管呢 是五千平方公分 比較大 那我們的靜脈呢 是50平方公分好了 好 各位兒 我知道截面積了哦 我也知道流量了哦 那我是不是可以算出流速 什麼叫流速 單位時間 往前前進 多少距離 就是流速 好 其中流速 流速乘以截面積就是流量 好流量固定哦 那我是不是可以得知 所以動脈呢 截面積是10平方公分 它的流速 速度就應該是500公分 每分鐘 因為這兩個相乘 要等於500 每分鐘要流過 五千平方公分 我的截面積是 10平方公分 所以每分鐘你要流過 速度是500公分 每分鐘 就算出來了 好 那這邊是5000平方公分 所以這邊要流是 1公分 每分鐘 那這邊是50平方公分的面積 所以這邊要是 100公分 每分鐘 好了 看到沒有 500最高 1最小 100次之 完全符合流體哦 好 流量不變時 流速又跟截面積成反比 就得到上速的關係 所以為什麼 總截面積和流速 會反比關係 就得到答案了 好 接下來看血壓 血壓我們剛剛提到 它是以心臟為壓力遠 離心臟越近著 壓力越高 後面呢 就逐漸下滑了 離心臟越遠的 壓力就越低 形成壓力低度 這樣血液才能不斷的從動脈 流過微血管流到靜脈 維持血液的壓力低度 由動脈到靜脈形成T度 好 我再看一個比較複雜一點的圖 如果今天你的血液 從你的主動脈開始 一直到你的大靜脈 下面 橫座標是這個靜脈的平均管徑 重座標是它的壓力 壓力是不斷的下降 你可以發現 它的壓力下降最大的幅度 發生在這個區域 我慌起來了 這個區域主要是小動脈 為什麼 因為小動脈 提供最大的阻力 小動脈有小動脈擴約機 它會透過擴約機的收縮 與輸張 控制血液的分配 因為這些擴約機的存在 使得 小動脈是你全身 血液阻力最大的地方 所以小動脈又叫做阻力血管 它提供血液最主要的阻力來源 它叫阻力血管 所以在這邊你的血壓會下降幅度比較高 能量會在這邊消耗的最多 跟電穴一樣 如果這邊的電阻越大 這個電阻前後的電壓會下降的越大 一樣的道理 這邊阻力越大 所以這邊的前後的血壓 會下降幅度最高 很多人會以為小動脈很細阻力應該最大 所以我們全身最大的阻力發生在微血管 不是 是小動脈 這是生物在調控的 因為小動脈會收縮 它會透過增加阻力跟阻力的分配 進而分配血液 我們的小動脈 可是會透過增加阻力來分配血液的歐 而我們的小動脈又稱為阻力血管 是阻力最主要的來源 這個觀念很重要 之後會在泌尿系統那 提到這個觀念 如何影響你的尿液形成 好 我們這邊先點到這裡 小動脈就是阻力血管 透過擴躍機的收縮與舒張 分配的血流 造成這邊阻力最大 血壓下降幅度最明顯 好 以上我們的血壓 它的變化 就先輸到這邊